中共当局对大陆娱乐圈整肃仍在进行中 官媒9月7号再度发文 并点名范冰冰与郑爽 称艺人成立的演艺工作室 已成为逃漏税的手段 因严加惩治 即使注销工作室都难逃 而中共官媒日前专题报道 在点名赵薇 黄有龙 极乐视网之前的案例 曝光资本市场乱象及投资骗局 另有陆媒起底 照为20年资本布局 近期中共出台双减政策 禁止教师校外补课 同时在各地设立热线电话 鼓励举报违规老师 导致不少老师补课后 不但退回全部学费 还受到处罚 中国太宏集团创办人段伟红的前夫沈栋 在即将出版新书 披露中共权贵家族政商勾结的内幕之际 突然接到已经废失踪4年的前妻段伟红打来的电话 预待威胁要他取消新书的发行出版 否则是要出人命的 审栋判断 前妻段伟红是在国安人员的胁迫下打的电话 他先前因为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案而消失4年 中国楼市变冷 房地产企业生存艰难 法院信息显示 今年已经有274家房企破产 平均每天一家 荣创中国董事局主席孙宏斌 日前亦惨烈形容下半年房市 甚至称除了我们以外都有可能暴雷 今儿也来便是整理报道